炎热夏天高温动辄飙迫30度 为了减少停等红灯时间 台北市交通局即日起到9月1号 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4点半 缩短770处路口耗置红灯秒数 平均可缩短30秒 主要是因为我们台北市的车流量比较大 为了提高道路的疏解效率 我们在各方向会配置比较长的绿灯秒数 那同时也会造成红灯比较长的情形 但是因为夏天的天气炎热 会让机车驾驶人或者行人 因为曝晒感到不舒服 所以我们交工处 这一次就专案调整夏季的红灯秒数 那经过我们统计整年的交通流量状况 可以发现夏天因为学校放暑假 车流会比较少 那另外离风时间车流也会比较少 所以我们这一次检讨后 在今年的6月15号到9月1号 夏季期间的早上9点到下午4点半 的这些离风时段 那会在770处的号制路口 去缩短红灯秒数 平均可以缩短红灯 大概30秒 那也希望透过这一次专案 可以减少道路使用者的曝晒时间 那也更友善机车以及新人族群 针对北市24处限时15分钟停车隔 为了改善部分隔位遭民众久战情形 17日起停在该机车隔位之车辆 将有人公开立零元单 记录停放起始时间 台北市目前在本市24个地点 有设置限停15分钟的机车隔 主要是为了外送员 以及民众短暂使用需求而设置 那为了防止限停15分钟车隔被久战 那我们会有新的管理措施 就是从6月17日开始 会有人公开立零元单 来记录停放的开始的时间 如果遇时就会被举罚 那请民众务必依现场的告示牌面来停放 如果有违反的情形 可以依道交处罚条例除600元以上的罚款 另外为推动路边机车无止化开单 7月1号起民众只要上网登陆车号 未来机车停在路边收费停车隔 将改以简讯通知 原自主开单APP将于6月30号晚间12点起 停止使用 本次停车费查询网改进了最大的一个亮点 就是将原本的所有的功能整合在一起 那也熟视加入了会员的概念 那民众只要申请为会员之后 除了可以享有新推出的政策 无止化开单的服务之外 那也可以整合旧游的 包括返讯通知 然后跟停车费查询简讯服务的一个功能 那民众也可以很轻易的去查询到它 关于我们的路外3A绑定的会员 以及它月票购买的一个场地 那提供给民众一个简洁方便 直觉易懂的一个界面 那有关我们的无止化开单部分呢 我们7月1号开始即将推出这个新政策 那这个政策是民众只要在网路上登记 我们的车号 然后他注册他车主的名字 然后通过验证之后呢 我们这边之后就不会再开 他的机车停车缴备通知单 那取而代之的是会用简讯的方式 传送到车主的手机上面 那车主收到这个简讯之后呢 就知道他自己有被开过的停车缴备通知单 然后车主可以在我们的网站查询 他被开立的停车缴备通知单时间 那如果要缴备的话呢 也有几种管道 我们也推荐民众使用非现金支付 包含我们的智慧支付 以及我们的银行代购的缴 那如果说民众还是要到超商去缴备 他还是可以到多媒体列印机去列印 他的停车缴备通知单 然后命缴备 那现在的话我们为了推广这个无止化呢 在9月30号之前 我们推出折价的优惠 那如果民众登记无止化优惠 就会先折5元 那使用非现金支付 包含我们的智慧支付 以及银行支付的话 就会再折5元 也就是说每笔停车缴备通知单 会折10元 那相对于机车组来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优惠 那也希望民众多多使用 那在10月1号之后呢 使用无止化开单 再绑定智慧支付 或者是银行代购缴 就是每笔折5元 那6月16号 也就是今天就会开始实施 那也希望大家多加利用 三项交通措施调整 希望带给市民更便利的交通环境 记者李奇慧台北报道